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 来讲一下这个关于 负一V10的这个自由法制版 那么本次大本次大赛呢 呃使用的呢也是负一V10进行赛事的 呃制版 然后呢我们先看一下整个界面 那这个界面呢 就是V10的这个负一V10的界面 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把这个 公式法与自由去呃自由切换呢 把它点掉 那这个是选中的状态 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呢 把它左键点一下 点上来 那就是未选中的状态 我们绘制呢 主要用的工具呢 就是一个智能笔 那么可以在右键里面 也可以在左侧的这个工具这里选 那么选中智能笔 左键点一下 那么看出来的呢 这个是曲线 连续点三个点 然后右键呢 画一条曲线 左键 左键 鼠标左键框选 点一下delete 可以删除这条线 左键再单击 然后呢 右键切换一下呢 是定字指 水平 斜向 垂直 这个时候呢 输入长度的话 那点回车 那直接输入现在的长度 这个指在垂直线的时候可以 曲线呢 是不可以的 这个曲线呢 因为曲线这样不是不可以的啊 曲线是不行的 只有在直线的状态下才可以 负义为时的特点呢 就是说我们延续了之前版本的特点 那么所有的制图呢 我们基本上都可以通过一个智能笔呢 就可以完成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不多说了啊 从我们从实际绘制当中呢 给大家再讲解每一个工具的这个使用 我选中智能笔之后 嗯 框选 输入你这个量 48 65 那得到了一个方框 鼠标滚轮呢 可以放大缩小啊 这个是可以放大缩小 那我看这里是3 那改成2 改成2的时候呢 那么看线上自动有一个终点 你改成3的话呢 就是 3等分4的话呢 就是4等分 你看 左键靠近线 在绿色的点上 左键点一下 然后呢 右键切换成垂直线 啊 点一下 你等分线就做完了 那如果说我们要做平行线呢 鼠标左键在线上按住 那拖动 拖出来之后呢 你看拖出来一条线了 这个时候呢 松开左键 左键单击一下这边 登记一下这边 然后呢 在上面 左键单击一下 输入1.2 那 就做了一个平行线 这条平行线呢 以它 以中线 和前中线 做参考 进行解切 然后呢 我们在线上 点一下 出入 输入 输入 输入深 右键 平行 那再单击一下 输入 输入 那么看 我想从这条线 向下 从这个 从输入 线以后中线的结点 向下找 一个团圆线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 快捷键 F9 那么看 单击的时候呢 它只会 以这个点 做参考 我们点到线上的时候呢 整条线都会亮 这个不用不用管它 这里的话呢 会自动以这个点 附近点做参考 这个框架 然后我们在这里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画出前领口后领口的 这个 会这对框架 然后呢 我们需要画的时候呢 又还是用智能笔 在智能笔放到点上 右键按住拖啊 右键按住拖 拖出来这个符号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右键松开 这个时候呢 右键切换 可以切换它的不同的方向 那比如说这个 7 2 这边也是放在点上 图标放在点上 右键拖 拖出来图标之后呢 那么看这个时候呢 然后左键单击一下 任意位置单击一下 7 这个出来了 然后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 还是把这个凶爽的高度给他拖出来 鼠标 在线上按住 拖动 然后呢 左一下 右一下 输入数 输这个距离 3 回车 就下来了 那我再做一遍 这个环节 拖 左键在线上拖 出来图标之后 左 右 输入数据 回车 就可以了 那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 这个 以上这些步骤的操作 然后呢 我们如果有不会的话呢 可以用点这个播放演示 然后呢 单击你需要了解的任何一个工具 那系统呢 会有视频进行播放 现在我们看一下 测量